等他鎖一下 他在正法裡面才可以下藥 不要打他沒傷害 沒傷害 這是卡住了吧 我們真的 沒有bug 為什麼老是bug 欸他真的很過分 欸 沒有bug 我們為什麼一直這樣啊 大家好我是小花 歡迎回來我的頻道 今天是我們選一版本的更新的日子 我們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普通的雲城站名物的通關方法了 其實是一個制式本 他對功力要求不是很高 平均29萬專的通關 像我們這隊伍是超過幾個功力 我們有嘗試過要強P 發現不太可以 叔叔是ok的 但是不足以強行P 是因為那個他的 趴阿數到一定要走制式 好了在第一波的時候 我們要來到我們的血條80%的時候 進入了第一波 需要我們要去跳他這個 摸的筆 大家記得這個是 一條線跳一下 用方向鍵往前挪 就會往前往前跳了 兩條線就是跳兩下 那三條線就跳三下 但是一般不推薦大家去跳三條線 因為如果有 就是有刮到 有沒有看到就是 我們的砲哥一直不停的被刮到 我們一直在教 但是一直是刮到啊 那如果你是用這個電腦的部分玩的話 可能會更好操作一點 那個手機的話可能會差一些些 反正這邊基本上不是不會死的 而且奶不可以奶 繼續輸出就好了 下面要進入畫符啊 我之前發過短影片 其實畫符很有意思 但是因為是第一次打嘛 我有經驗他們沒有經驗哦 但是畫符的時候大家看一下 那個畫符大家就來 我們這50% 60%的時候進入畫符看一下 左邊色跟右邊色有對稱的 是畫沒有的符 去找灰色的哦 比如說這是上半段 跟中間這段來畫 按下筆然後畫就可以了 然後你看他夏天叔叔在畫哪裡 就畫灰色的哦 灰色的哦 然後這個只要畫到是6 就是及格限60分就可以了 但100%就會直接進入虛弱 大家注意一下哦 這個boss呢不適合放叢華 因為基本上都會被吃掉 呃 除非你們的這個隊伍的傷害偏低 不然你看我這個叢華放完 又到接近40%的時候 是不是我空招了 我這招直接空掉 好來道具40% 一定要是跳這個哦 這個普通其實非常的簡單哦 困難的話是連跳 就是double還有紅色的筆 這是灰色的哦 墨水的部分哦 然後這個大家要注意一下 這個可能要稍微練一下 不然在困難跟英雄的時候 會比較不好打 傷害特別的高 因為這邊不可以奶的 我們去來跳腳 兩槓跳兩下 然後方向鍵往前按 那如果你覺得這個視角 你不OK的話呢 你從從上往下看 會更清楚一點 側面反會亂跳 來繼續輸出就可以了 下一波制式呢 是在20%水條的時候 大家記得這個畫本呢 它目前的狀態是必須 然後到這個寫條的時候 會進入制式哦 所以其實我們想強批 哎沒辦法 好啦然後繼續輸出 好繼續畫符 它的符總共是有四張符 如果你多畫幾次 就沒有什麼感覺 就是這樣而已了 因為在145的困難本當中呢 它這個我們畫的畫符 我們要去掰墨 還要去掰墨哦 我們這個墨是現成的 但是在這裡 我們只要直接畫就可以了 大家一起畫 速度會很快 在最後呢 打完它就好了 基本上 你看到最後面 這個畫本是20%嘛 然後大家就放一下幾個 大招啊 新法蟲花 殺意啊什麼放一下 其實基本上也不用 發蟲花啦 就就死光了 因為它不需要那個坦 好了 我們第二個BOSS真的很慘哦 我現在打本 沒有想過一定要拿手通 但是我是被BUG卡到沒有手通 我就有點難過 我們打學子 一直卡到 一直卡到 我真的快瘋了 好了 首先來繼續輸出哦 到80%的時候 進入第一個制式 大家注意一下哦 這個制式會有個黑影 然後地上會有三個 一個湯 撐 吃 然後呢 這個黑影 它長什麼樣 看一下 我們現在第一個黑影是神威 因為我們是兩個神威 我們讓兩個神威都去暗撐 我一直喊他們的不理我哦 然後叔叔跑去了 注意看 那個背後那個影子 看一下那影子拿的是什麼武器 你就知道是誰去暗了 要立刻把它暗了 不然如果沒有去暗的那個人 因為我們兩個神威他們人流去暗嘛 後來發現是我吧 好 如果你沒有暗的話呢 這個人會死掉 那因為我們 我們的這個 我們中間在最後尾巴有強行 暗得還好 好哦 在60%雪條的時候 然後大家都要站中間來 站中間一定要站中間哦 我們的這個第一拐來講一下拉鎖鏈的問題 這個拉鎖鏈的時候我炮鬼一直拉短 後來讓菲姐去拉 是按住 鬆掉 按住 鬆掉 它只要不要偏離中間那個正法就可以了 這時候不要打它沒有什麼傷害 我們現在這個等級不適合強批 按住鬆掉 我們在按的時候 它是不會立刻反應的哦 它是要等一下才會反應 所以呢 我們的這三邊人在拉的時候呢 就是我們在博弈的時候要注意哦 那另外一個人呢 就上去採藥 我們會在下一個那個 這時候給他看採藥的畫面 然後有拿那個藥 然後進入正法才可以 那如果拉斷怎麼辦呢 立刻再接回來哦 這個姿勢呢 一共就拉斷只有三次的機會 如果他出了這個正法圈 然後又拉斷呢 他就是三次 就絕對狂暴 一定會死 不管是什麼樣的高斬 很包死 好了 下一波是30%的時候 也是相同的致死哦 在普通當中的採藥 是一個還蠻關鍵的部分 如果不採藥的話 是很難通關的 好了 我們下面來看一下 是處於採藥的部分 這個畫面呢 就是是 請我爸來拍給我們來分享的 因為我們在這邊打 是拍不到那個畫面的 好了 要站中間哦 記得這邊全部站中間 不要跑出去 讓它鎖在鎖鏈上 好 來跳一下這個部分呢 我們基本上當中呢 我們就一直往上跳 因為第一波的跳傘 跟第二波跳傘會有點不一樣 但普通要求沒有很高 所以大家要 即刻要請操作比較好的人 來上來跳 那你要落下的時候 地上會有一個點 你會看到 有沒有黃色的點 有沒有看到 那個黃色的點呢 你就跳下去就好了 跳到最高的上面 把藥踩下來 這是給那個雪子的安神藥 踩完之後 立刻跳下來墜落 再從出口出來 踩到陣法當中 一定要注意啊 要進入黃色的陣法 如果沒有進入陣法的話呢 它是不會虛弱的 再進入虛弱就結束了 好 我們在下面打完 然後雪子就會通關了 這個雪子呢 會掉落一個稀有的掛飾 這個部分要打很多次才會掉落哦 那成就一樣 跟前面一樣 四分鐘之內就能拿到這個成就了 好 我們來看一下第三個 超級有意思的 趨勢的本 是我們的懸甲較位 懸甲較位在百分之八十 百分之六十 跟百分之二十 一定會進入智勢哦 這個時候 操作真的很關鍵 這個本 一直到一百五十五集 差不多一百五十一到一百五十五集 左右那時候改了下板 才可以 啊 掛自動強P 不然這個智勢是必 必須要走智勢的 好了我們來首先打啊 這個 它其實這個本的BOSS都很軟 很好打 哪個壓力特別的小 那你首先來看一下這個部分 你看哦 就是打它 然後百分之八十時候進入智勢 這個時候你不能動也不能來 我們要等待它的 就是動畫走完 所以這個本其實滿 滿多的打的時間都在走動畫 因為它三個姿勢都要走動畫 好了我們來看一下 它會有這個步兵甲咒 大家注意看哦 落雷 紅 紅心有沒有 落下來走過去 落下來走過去 我就是各位旅行團團 你跟我走 落下來往後拉一點點 然後往前走 就不會砸到往前走 砸 然後往前走 有沒有 我們其實是有節奏的 往前走 因為它它是 你不能就是一定要走過這個地方 是安全區 如果你走步兵那個位置 它會把你往後推 然後我們看一下 就是因為他們都是第一次 因為那個就是都是我被刮到 就是沒有經驗 那多打兩次就可以了 我們在後面有一個完整版 給大家看一下 大家就走得很順暢 好繼續來打它就可以了 來到了第二波這次呢 在我們的英雄當中困難是比較難的 在普通沒有很難哦 所以大家在普通當中好好學習 第二波這個部分呢 是一個十字陣法 就是類似有點十字槍的狀態 它是十字陣法 我們在50%的時候呢 大家站到四個位置 這個時候技能都可以放 也可以難 我們站十字的位置哦 然後大家注意 頭上有叉叉的人潮空氣墻 不停的往前走 因為要挪動 它是不可以站在原地的 你潮空氣墻就不會撞到任何人 這邊要好好的學習 你看頭上有叉叉手潮空氣墻 讓把我們的馬 盡量的就是騎兵 我們朝到外面去 為什麼呢 在這邊就要學會啊 我在這邊提醒大家 因為英雄跟困難的時候 這個馬它衝過去的途徑 然後會有一攤火 如果你不潮空氣墻 中間的人要站哪裡 然後奶記得在這裡是可以奶的 就是它是隨機選沒有固定是誰 所以我也不知道會誰 然後大家記得 我們頭上的叉叉人能站外圍 然後沒有叉叉人在中間 然後跟著這個十字枪轉就可以了哦 那當然英雄困難還有別的姿勢 這個部分大家注意一下 呃基本上刮不死啊 在普通通都刮不死 好繼續來輸出 下面這個是20%的時候 這個是改版過的姿勢 早前那時候就是更難 不太好撞對 是關於撞盾的問題 來到20%的時候呢 我們由一個人來負責撞盾 然後剩下的回到中間哦 不要離開中心的這個圈圈 因為會影響撞盾 那它上面會出現四個顏色 之前只有顏色 現在還有符號 會出現星星太陽月亮啊 這樣子來看一下 好我們來看這是紅黃藍綠 因為是由我來撞嘛 我看我剛好這邊有四個顏色 那我就是先撞紅 我站在紅這裡 然後撞紅 它就會撞紅了 然後等它撞完它那個 線段了哦 再來下一個紅啊 黃 然後這個是黃色盾 如果你沒看見顏色 看符號 上面有符號 之前陸服剛出是連符號都沒有了 就是要記顏色 純記顏色真的很難 因為會記亂掉 好了你只要撞完三個盾之後的 第四個盾兩邊 因為兩邊都有盾哦 不只這邊 是兩邊都有盾 只要撞完三個盾 剩下兩邊哪個盾 都撞了白色的盾 撞哪個都是最後一個顏色 所以很容易理解吧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完整的通關 是打住這樣 給大家看一下完整的通關部分囉 希望你們能順利通關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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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橫的 快到了時候按空格一下往前 空格然後方向這樣往前 空格 方向盾往前 就不會刮到 這邊就按兩下 往前 浩哥你为什么会挂到 我这个这个Bose我发现我们不太能放同伙啊 因为一放就会吃掉 你那转侧面不好看 你要从顶上看 就是从上面往下看 请画幅画灰色的 不要画大红色谢谢 谢谢 上面上面上面下面就有一条画上面 对 我刚刚我刚说画幅 然后现在直撤着红色的 从上画到下 哎呀我这边头很痛 我不在有灰色吗 左边左边一条左边一条 最高是要跳到跳三下啦 就会到就会超过最上面那个啦 但是你会来不及落下 这下面好跳干嘛跳那么高 还是我技术比较好 你看我没有扣血 我技术比较好 我可是都在泡歌啦 其他人都还好 哈哈哈 画幅了画幅了 不能穿也很尴尬 不能穿好不好 这都是这这这质式 上面上面上面 那中间一条中间一条 上面上面上面两条中间一条 你画那个那我画这个 他的成就就是百分之百完美画完就可以了 因困难 英雄一样的 这个很好过 然后这个boss基本上没办法放重逢啊 因为你一放就吃掉 一放就吃掉 不要吃掉 因为他那个 这个是29万的 那个功力的本啊 那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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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鞋子啊鞋子 我们打五遍的啊 你千万不要卡住啊 那是谁 那个 飞解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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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影子是飞解 飞解摊 飞解摊 看他的伞 那个影子拿着伞 不会有 哎我突然明白 那个影子到底是什么了 之前我不懂 我居然在这一次懂了 感谢你哦 啦啦啦ätta 先站中间 先站中间 有给忘了 先站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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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你技能有CD的 不用打啊 没有伤害 他快到红色的时候 你再给他按住了 没关系 再给他拿回来 你们那边松一点 妳們那邊鬆一點 我這邊 妳們那邊鬆一點點鬆一點點 那我可以在這邊 因為我們拉的時候它反應會比較慢 不是你拉它立刻就會過去 叔叔你又出去了 叔叔你出去了 啊? 你快把他拉過來 還好還好 我在想如果我 下次壓的時候 不用滑鼠 直接點了我不要再過 直接點 我是用點的啊 我是用滑鼠按住的呀 中間 可是我用滑鼠按住它就會斷掉 所以我在想 因為你按到中間中間有力道啊 中間那個紅色你當然會斷掉啊 跟釣魚是一個概念的呀 它中間有那個有一條啊 你都拉到紅色當然斷掉啊 不是啊 點了它那個條還是一直在剪啊 你要按住 按住 你是不是不知道什麼是按住 有 有按住 你是不是滑鼠有問題剛才新的啦 按不住啊 因為飛姐就按住啦 它鍋子已經賣得很好 各位觀眾記得老飛姐賣鍋子喔 有折扣的 你要跟他講說是百花的 百花的觀眾 想要買什麼鍋子都可以 這時候就要推給 好兄弟 今天是農曆吃日食物的耶 不要再打本了 蓋來點香啦 我們那個卡住真的是 有意思 卡得死死的 來來來來來 上上上上 我覺得應該是我拖太多次 什麼拖太多次 掉兩次 他總共 他總共只有三次 他就一個那個你們只有三次 如果你拖三次他就直接狂暴 都不需要等時間 不過飛姐拉的時候好像 好像就沒有 就比較沒有 所以是你的問題啊 就沒有卡住 所以是你的問題啊 所以不敢說 滑鼠的問題 快換個新的滑鼠吧 不可能 換個邏輯吧 不要換還是換還是Riser吧 這邊 你也可以自己走 你會走自己走 不用跟我走 你就往後退 他往前走你往後退就可以了 欸就 你看 泡 只有泡哥扣血 沒關係他本來就是焦點 影片的主角 泡哥的滑鼠應該是有問題 這是洞姐喊嗎 還是泡哥這樣的狗 不是不是不是 洞姐應該不會這麼大聲 洞姐不會叫 洞姐應該比較叫 這不叫叫氣 是比較溫柔的叫法 那個請 請那個朝外面空氣墻 他那個線拉得很長 他還沒有紅色不會死的 不用擔心不用擔心 隨便拉都可以 如果是英雄困難是不行這樣子的 因為英雄困難是拉尿線 地上會有火 你就只要朝空氣墻 然後 他要衝的時候你再動 你就站著不要動 你拉得比他遠 你跑得比他快 你就要跑得比他快 你拉出來他就打 他就串不到你 他固定要動了 然後你再動 那缺缺也打不到你 因為混蛋跟英雄困難 他的這條道是會有火圈的 如果你不朝外面跑的話 你會跑到裡面的人 所以你要怎麼想辦法 怎麼想辦法那個落到外面的 他是跑道 跑三圈才會削掉一條 好 站中間來 站中間來 不要離開中間的圈圈 紅 黃 藍綠 紅 黃 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最後一關你們 你們去走那邊的 綠不在我這邊 紅 黃 我這個燉完把病去那邊 隨便攪個燉都是綠色的 我這個拆完之後 那邊另外的燉都是綠色的 看哪個都可以 把病去那邊 把病去那邊 哪個燉都綠色的 哪個燉都可以 很嚴重 雖然是你 那個靈度 我們要不要這個燉的 沒有 我們要不要再燉 這個燉到 有一個燉到 那個燉和水 是 來 坐雯 來 坐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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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